哈囉 Stale Master 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11月號的 New Star 曾敬華 我的最新作品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你們看的嗎 接下來我要來回答一下網友對我的提問 第一題 沒有工作的一天自己會如何度過 平常的話我會回宜蘭我家的早餐店幫我媽幫忙 剩下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會拿去運動 游泳 打球 或者是在家裡看電影 近期聽到最喜歡的稱讚是 我們好像看到不一樣的曾敬華囉 第三題 覺得自己最性感的不畏是 我覺得是我的猴姐吧 蠻喜歡我的猴姐的 第四題 覺得自己最吸引女生注意的特質是 善良吧 善良老實 有時候害羞的時候還蠻可愛的這樣 第五題 用一個動物形容自己為什麼 我覺得我蠻像狗 然後哈士奇 我常常會不在工作的時候 我常常會有自己的一個世界 在裡面有點中二有點白癡 但是只有自己知道 但我如果對身邊很熟識的人 我是會很關心他們的 第六題 演返校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都是校園片 現實中的你 有深刻的校園愛情故事嗎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跟我的初戀女友那天吵架 帶她去海邊走走 度過了一整天 從下午到晚上 待在海邊待了一整天這樣 我自己覺得蠻浪漫的 第七題 面對喜歡的人自己是主動還是壓抑派 以前我是比較壓抑一點的 但我現在我應該是主動的人 第八題 分享一個沒有人知道的怪癖 我很喜歡洗澡 我一天 曾經最高紀錄一天洗過 七次澡 我只要一流汗 我就想要洗澡 第九題 你是個樂觀還是悲觀的人 應該是比較樂觀一點吧 第十題 遇到什麼事情會一秒激怒你 我覺得是不尊重別人 不尊重 不管在工作的時候 還是在私底下 開玩笑的時候 應該要去了解 每一個人能接受的程度在哪裡 為那些你沒有那麼熟識的人 多著想 第十一題 失戀的話自己會怎麼度過 我應該會安排 一段時間讓自己出去走走 到中南部啊 或者是 東部 海邊 或者是山上 然後 準備一趟旅行站 那今天的回答就到這裡囉 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的消息 記得鎖定 StaleMaster的 官方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鼻子 你看